日前,澳門廉政公署發表2015年的工作報告 揭示公務員與商人互相勾結的情況顯著上升 在公共部門工程、採購、服務外判等項目中合謀、貪污 過去審計報告同樣揭露多個部門在公共採購和服務判給上有法不依 對多項報告接連指出的問題 政府及各個公共部門必須在正時問題吸取教訓 以真正做到依法施政、建立陽光政府的管治威信 隨著特區政府、經濟及社會的發展 各部門展開的採購項目亦不斷增加 但本澳採購法沿用30年早已不合時 坊間亦一直質疑政府採購方面容易成為貪腐溫藏 報告亦指出有公共部門以法律制後為理由 而在行政程序和行政行為中偏離合法性的原則 因此相關制度的改革顯得更為迫切 但採購法自2014年提出修訂後至今仍未完成 對此希望當局能夠加快相關工作 以填補法律的流動 保證公帑用得其所 過去審計報告和廉署報告多次指出 一些政府部門存在著對法律認知不足 和執法時偏離法律原意的情況 濫用特殊做法 令坊間不滿政府官員 在頻繁出問題後 總是以不識法律為由推躺 而不思悔改 引致有議員同批 不識法就不要做官 對此當局應主動承擔責任 認真聽取各項報告的建議 檢討存在的問題 並切實去解決 進一步加強各部門工作的人員的法律認知 和奉公守法的意識 強化人員紀律及操守的要求 此外落實資訊透明化 公開採購結果 從而杜絕此類情況再次發生 從而打造廉結公正 依法施政的法治政府 在完成公共採購制度方面 希望當局能夠更多地兼顧本地採購 尤其是社會企業採購和環保採購 盡快制定優先本地採購的指引 以扶持本澳企業 包括社會企業的發展 此外 近年特區政府不斷加強推動公共部門環保的概念 但過去政府在採購評標中 環保所佔的分數較低 對此 當局應考慮在招標採購中 加重環保及社企的評分比例 進一步推動本澳環保及社企市場的擴展 請多謝 請多謝 請多謝